我們每一個都應該看聖經 而新藥看了幾次之後就看舊藥 但舊藥的時候也要看新藥 因為新藥比較多是幫助我們的信仰生活 還有應用出來幫助新藥多些 舊藥一樣有,不過新藥比較多 這個看是需要時間的 那是否一定要看完聖經 很多次我們才可以服侍呢?其實不一定的 其實你一有,一信耶穌已經可以開始傳父親 其實初信耶穌的人是最容易傳父親 因為他有很多最多朋友,最多未信的朋友 他越信得久,未信主的朋友是越少的 通常來說,因為那些不信的人 他會排斥教徒,開始不想跟他交往 我亦都沒有興趣信耶穌的人 沒有興趣跟他做很多世俗的事 所以那些朋友交往比較少 所以不要等到看完很多聖經才去傳父親 你已經失散了很多機會 好了,而我們想進步 其中一個方法可以幫助我們 這個不是說我們不去讀聖經 我們是要讀聖經 而是讀多些金句 有些用的金句,尤其是譬如說 你聽我講到時,有些常用的金句 以及我們給了兩年的金句給你 那些先讀了那些 你發覺那些越有用的,先練了那些 你去查安慰就會找到很多安慰的經文 這也是我言經其中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如果你想研究,譬如查安慰有很多經文 然後你就在電腦上 然後你就放在電腦上 然後放在文件上 這個文件叫安慰 然後你就取代安慰 取代用安慰 加深色和underline底線 那些全部有安慰的 全部有深色和底線 一看就看到哪裏有安慰 亦可以說,我想找一個聖靈的安慰 那是聖靈的 有時你未必聖靈是零 那你就查一個聖靈 又全部取代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言經的方法 我都搜尋過很多詞很多字 這也是一個方法 你容易記得一些的金句 即有些經文 咦,哪裏有說過什麼什麼呢? 當你搜尋了,你的印象會比較深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幫助我們金句 以及用這些搜尋工具 也可以用一個文件 將一些金句放在那裏 其實我都有些文件 有很多的金句 即我都可以將一些 再傳給你們 或者放在dropbox那裏 你們去下載 就可以讓你熟悉一些 更多一些 譬如聖靈的經文 我有很多 譬如醫治 我有很多PowerPoint 都放很多上去 那些PowerPoint 全部裡面都有很多經文 那些經文 那些經文 你 copy了 那你熟悉那些 你就已經可以用很多經文 而且事實上 我們常用的經文 有幾個類別是最多的 譬如熟悉 全部有經文 我們熟悉 聚 耶穌救恩 如何得救 信主如何得救 和得救的果子 這些我們就去熟悉 我們熟悉 就是這些 譬如聖靈的 我們有些基本的熟悉 聖靈的工作 幫助人 如何幫助人 醫治 這些經文 我們熟悉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 處理生命的經文 這些我們就會幫到人 做出的長時間 真的 每個小時 都沒有 都沒有 可惜 在聖靈的工作 都沒有 要求 做出的 就不停